大家好我是小新 给你们看看我的身后 快递已经全部打包完了 我爸和我姐还没有影呢 没来 这都快十点钟了 要我说这离电进呢 不是啥好事 对时间没概念了 天天都不寻子 这俩人来了 来吃午饭来了 车他还点了午饭呢 咋了呢 咋了呢 哎呀 我咋办呢 你俩不问问屋里打包的事吗 哎呀一会就干了 我都干完了 你啥出来的啊 大哥不到八点就来了 你这家挺麻溜啊 你俩真是啊 离电里这么近 完了天天的就这样是 天天没有个时间概念 我咋家熟悉你了的 你家屋天天熟悉 你问翘翘啊 那你问他咋造的 你咋办呢 爸来 干啥迟到啊 扎车胎去了 接电话试图逃避啊 爸我问你为啥来晚了 车胎别了 你快拉倒吧 你这到店门口再发现的好吗 你瞅这事怎么的 我还想埋怨一阵呢 对啊 咱爸这车胎别了 怪可怜的 我都不好意思说啥了 你就别说了 说也没事 扎车没心调 那你说我为啥来晚了 哈哈哈哈 你这太近了 不想来那么早 你俩吃早饭了吗 吃了 吃了 午饭呢 没到呢 我早饭午饭一起吃呗 你俩谁请客 补偿一下我 吃啥呀 你俩吃啥呀 你俩吃啥 我不吃了 我也不吃了 晚上也不吃了 我也是 喝水 这爸和姐不能要了 太生气了 他爸去补胎去了 看见了 哎呀你这全打完了 嗯 辛苦你了 还有点人性 这么能了吗 你想吃啥 你跟姐说姐给你买一下 我想吃水豆腐 那我汽车来了 我上墙你买是吧 这点还有了吗 有有有 豆腐房里有 拿钱去 我等着你的水豆腐啊 什么 这水豆腐太好了 上上上咱一起吃吧 那不两份吗 这是咱爸的 然后这是咱俩的 你就一直跟我吃一份 这一份一条呢 你能吃了吗 不然我就买三条 都会拿碗面价呢 给他爸留他 上门口我就耗点香 给这个料啊 香菜味道汤台了 这个就是我们常吃的水豆腐 现在太好了 太香了 不是刚开始说完的 嗯 你别吃 我一进来脱落就胃残 没有大女伴呢 人家直接就上吃水 哪个人家你告诉我 这个人家 我少吃一点 咱们买水豆腐的人可多了 太香了全都是豆腐啊 嗯 我们要专门的水豆腐店 如果你要下馆子 点一份这水豆腐的话 再带一份饭 多少钱 多少 吃了一块吧 我没去吃过 一般想吃都是自己买回家这么吃 而且我还不配饭吃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肚食了 然后我们将自己买这一盆多少钱 两盆 两块 吃水豆腐一般都是我爸给我们买 我们很少去买 嗯 嗯 所以说到了都不知道价格 这水豆腐应该是大豆腐和豆腐脑之间 豆腐啊 这又应该叫豆腐啊 反正咱这就叫水豆腐 嗯 我们这老多水豆腐房了 我们俩这不孝顺的女儿 把我爸这份给造了 以后再去买就离得劲 有车方的 谢谢医生 的